奖励也好 惩罚也罢 其实都是为了让它明白 单纯对了就给奖 错了就罚它 那这样很难让狗理解你的意思 一分钟 学会抓对时机 比如你想回家了 这时候叫不回来狗 最后你给整破房了 而它呢 看你好像有点大病 更不愿意回来了 但如果你兜里倒点牛肉粒 在你靠近它的时候突然掏出来 你看它跟不跟着你 实际拿捏的恰到好处 当狗认为你就是个行走的储良头 指定是走哪儿它都跟你到哪儿 根本不需要你费心思去骗 去抄袭 但是你要是跟你的狗演戏 表面装作很和善 被你抓住了之后一顿打 那下次你换回的成本就又增加了 所以说家庭狗的心眼子多 都是跟你学的 通过这个例子 取一反三 挂狗的被动为主动 让它get到你的意思之后 养狗这些事啊 根本就不麻烦